大家對於這個交通方面的問題 大家比較 還沒有什麼一定很明確的想法 或是很一定要如何如何 好像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所以對於基隆的交通問題 您自己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覺得有捷運是好事 因為它可以把產業帶進到基隆來 那我也是舉雙手雙腳贊成 那不過如果用捷運去把火車站 把它取代掉 把它廢掉的話 那這樣就不行 因為這個是兩年前 民進黨政府曾經在推的事情 後來是我出面才把它擋下來 對 那就是說 好像他們那時候是說第一階段 因為是從南港到五堵 八堵是會到八堵 就是因為我要求 以及反映了民眾的心聲 不可以一次到基隆站 然後就把火車拿掉 因為路廊的關係 他們原本是要怎麼做 那至於從八堵到基隆這一段 那應該要並存啦 還是怎麼樣 這個部分就變成 應該是說在不把火車取消掉的情況 因為火車是在跟各個 就是我們西線路網的城市 串聯的最主要的一個方式 而且大家已經有很清楚的搭乘習慣了 對 像你說八堵到南港 他們現在是規劃十三站 對 可是我以前替基隆的通勤族規劃過 基隆到南港就只有一站 就是直達車 所以未來我當選以後我還是會恢復很多這些直達車 基隆的民眾是包括中正區 然後仁愛區 信義區 還有這個一部分的中山區 都會需要從基隆火車站上車 那如果你基隆火車站沒有了只有捷運 那他們整個的搭乘的情況都會受很大影響 可是剛我看那些年輕朋友 其實他們有露縮的一個事情 我覺得我看了就是他們問說基隆要什麼要什麼 其實他們都沒有提到 可是真的大家一定有感覺 基隆要就業啊 基隆要工作啊 可是他們為什麼沒有提 因為他已經習慣了 就是這樣 你基隆就是沒工作 就是長期他就是那樣的生活 所以我就看說他為什麼不會提說 我在基隆要工作呢 為什麼我不想再基隆一個安身立命 一個好的職場生涯呢 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 對 就好像已經認命了 這就是我想要去改變 所以我看到那些年輕朋友在聊的時候 你雖然問我交通 可是其實我想跟你聊的 還是交通對基隆是有幫助的 我們都贊成 但前提是拜託火車不要拿掉 但是不管你交通怎麼安排 希望他的目的不是只有把人載出城 然後再把人載回家 而是希望說他們的導入 可以讓產業進駐到基隆來 而我也會來未來做這一點 讓就業可以在基隆慢慢增加起來 您有一個政策就是跟ESG 我們現在全球環保 淨零排放 這樣子一個觀念能夠契合的 也就是電動機車 這樣子的一個相關的方案 然後我們叫做這個 Let's go 電動一下 那這個話題也非常的夯 然後也滿受很多年輕朋友的關注 那在這個部分你想不想跟大家再說明一下 你這個構想是誰 因為這兩天剛好 也有很多人有提到這個政策 也有很多人給予批評指教 非常感謝 我這個政策已經提出來大概10到11個月了 那我們不斷地在跟大家分享我們的看法 那首先我們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要響應節能減碳 環保趨勢 原本2030年政府是要全部台灣做電動機車的 但是因為實際的情況 他們又延後了 那再來就是說 我認為我希望能夠打造一個低碳的城市 那所以我覺得說這些年輕朋友 我也希望在他們出社會的時候 可以給他們一個關係 因為有很多年輕朋友 其實他們剛出社會的時候 他們要找工作 他們的收入是不足的 可是他們很想要一台電動機車 然後卻也沒有辦法達到 因為他們的環境不允許 可是我認為說電動機車未來 一定會有慢慢的這個減價的趨勢 因為它會越來越普及化 那當然我的視覺裡面 是有提到Gogoro同等級 因為大家都知道台灣其實有三大電動機車品牌 那我覺得我並沒有特別講是說 一定要是哪一個品牌的電動環保機車 我認為就是政府有政府的力量 用比較大的一個單量 然後再搭配中央的補助 政府的採購將來還是要用招標的方式 那招標它可能就是用最有力標的方式 或是價格標的方式 那不管怎麼樣它都有一個公開透明的一個招標方式 一定要公開透明 然後去尋求一個最好的價格 我願意提給我們基隆市政府的年輕人 最好的條件 一個方案 那那個人也許就會成功 因為我們要了解現在很多電動機車廠牌 他們是在雪拼 他們在雪拼的是什麼 他們的試占率 對 所以我其實是有看到這一點 然後我就說如果從政府出面的角度 然後我們讓年輕朋友 可以有一台電動機車 然後基本上是太舊換新 也就是說它一定要舊的機車 因為基隆機車也滿多輛 一共有18萬輛 所以我們要維持它的總數 那政府可以出面 那政府我一定已經有一個預算的底線了 但是中央也有中央的補助 我們也會邀請這些年輕人去申請 中央的補助的前提下 希望能夠減輕他們的負擔 我覺得然後但是他們有一個配套要求 他們一定要做一些弱勢朋友的公益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有愛城市的底下有志工 有志工行為 就是每一個加入我的這個計畫的年輕朋友 都要連續做幾年 一年做幾個小時的弱勢志工服務 那這樣子整個城市 每一位就都是志工 大家都有愛 它是一個良善的循環 那政府是要儲值大概 我認為大概13到15億 但是是分4年來編列 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的預算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看這個預算能夠採購到 什麼樣子的配備的物品就對了 所以我覺得請林市長不用擔心 而且因為有一個經濟規模 對 對你一般民眾他買一台兩台 一定是這樣的 你還是有一個經濟規模 雖然它的名稱不叫團購 但是你畢竟是有一個經濟規模 團購他們是在挑毛病 我們是在談就是說 用這個概念告訴大家 一次買很多一定會 是經濟規模的概念 是經濟規模可以降降單價的問題 而且事實上這幾家都在拼式戰略 所以我覺得這個絕對 我們現在不是有口罩國家隊嗎 我們也有這個 疫苗我是不知道 疫苗比較複雜 但是其實電動機車也應該是一個 國家隊的概念 其實未來它應該就是年輕人的標配 那為什麼不能用政府採購那些最基本的 最簡單 但是沒有花很多錢的 然後讓民眾去使用 然後叫他們回饋做弱勢朋友的公益 其實我這東西如果做得好 全國應該是可以考慮的 所以anyway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思考 那這就是我的思維 那選民來做一個裁決嘛